好 财经市场中风光无限的这个红尘光电科技呢 将在明天以新台币220元的价格挂牌上市 当然市场高度期待 上看500甚至600元现在未眼先轰动 让台湾这个投资人参与操迁光是资金高达上千亿 不过重金率很低 只有1.3% 在今天法说会上这位红尘的董事长 却老实不客气的泼了一头冷水 说各界对他们的股价热过头 要投资人多小心 法说会上发言 陈宏董事长江朝睿真是有够直接了当 竟然劝投资人不要一头热 因为搭上iPhone热潮 专门做触控面板技术的陈宏 在台湾挂牌价每股220元 市场上却已经喊到上看700元 更有分析指出陈宏有当上股王的实力 我觉得我没有股王的本钱 其实在台湾发行7000多张 却引来58万人疯狂抢购 重钱率超低 只有1.3% 但陈宏董事长仍然说 自家品牌绝对攀不上股王宝座 原来是因为要赢过传统键盘 还是一大挑战 虽然出贡很夯 但是出贡没有办法期待everything 市场预估的600块 我觉得应该会有逐步靠拢的一个情形吧 连分析师都持保守态度 但市场还是热到不行 甚至说抽到一张就现赚30万 这只被外界昵称为吃苹果长大的股票 是不是真的能如投资人所愿 29号上市当天股民等着看 真是黄义群林想翻台北 什么的 谢谢 谢谢 谢谢